我们已经太习惯于这个世界的多彩 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欣赏身边存在的颜色 想象一下如果自然中最丰富的颜色突然消失了的话会怎么样呢 缺少了绿色,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对于我们而言,没有绿色又意味着什么呢 绿色是最丰富的颜色之一 绿色在所有的颜色中有着最多样的色调和色彩 除此之外,它还有着极为广泛的潜在含义 绿色和亮黄色混在一起的颜色看起来新鲜多汁 但绿色和浅黄色混在一起的颜色看起来会让人很不舒服和不安 深绿色与财富和可靠性有所关联 但如果色调更暗一些,这种颜色就会与贪婪联系在一起 并像是军国主义 你最喜欢的绿色事物是什么呢 苹果,北极光,关于无敌浩克的漫画书 想象一下,如果它们突然失去了颜色 变成了毫无生气的灰色会怎么样呢 如果这样的话,你还会如此喜欢这些事物吗 在留言区里面告诉我吧 绿色与大自然息息相关是有充分理由的 我们的生命要归功于这种颜色 因为大多数的植物都是绿色的 而这也让绿色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颜色 大多数植物中的每个细胞都含有一种被称为叶绿素的独特物质 叶绿素能够将阳光转化成能量 在这个过程中,植物会消耗二氧化碳并且产生氧气 当这种巧妙的机制出现在我们的星球上的时候 它便完全具备了维持复杂生命形式的能力 而这造就了我们生命的存在 出于同样的原因 绿色也与所有旨在保护地球生态的运动有所关联 除了绿色,它们还能用什么颜色来提出倡议呢? 如果某个组织的标志和惠灰是绿色的 你马上就会知道 这个组织与回收、与清洁环境 或是与保护冰维动物有关 一些组织的名字中通常故意带有绿色一词 譬如绿色和平 因为这个颜色已经成为了可持续性和自然的代名词 即使除了生态以外 绿色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市场行销和建立品牌的工具 作为最平和的颜色之一 绿色与可靠性和安全性仅仅联系在一起 很多品牌利用绿色来展现它们的优势 我们不知不觉地会被绿灯或绿色的店面所吸引 尤其是在紧张与压力都不可避免的大城市之中 如果没有绿色 大多数品牌将会用具有天然诱惑力的蓝色 作为唯一的替代颜色 但那样就太乏味和单调了 想想美元是绿色的这个事实可不是偶然的哦 著名的绿背纸币之所以是绿色的 这不仅是因为这种颜色的涂料在19世纪较为廉价 并且异于获取 另外还因为绿色象征着美元作为一种货币的可信度 但使用绿色最重要的原因是 在那个时代制作一张假钞 所需要的只是照一张照片 当时的照片是黑白色的 并且无法复制绿色 在当今的时代 卫造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但事实证明 钞票上使用绿色的涂料 会比使用其他颜色的涂料更为牢固 很简单 绿色的涂料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磨损掉 不过我仍然认为 美元钞票是绿色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它所代表的象征性的意义 我在想绿色和金钱之间的联系 是否是绿色被视为幸运颜色的一部分原因 你知道那些关于四叶草和身上满是绿色幸运服的小矮人的童话故事 或许会或不会让抓到他的人变得非常的富有 这些童话源自于被誉为翡翠岛的爱尔兰 但在西方文化中也为人们所熟知 现在想象一下矮精灵穿着金色的夹克戴着金色而非绿色的帽子 那他好像是一个没什么品味的迪斯克明星而不是运气的象征了 如果没有绿色对于所有人都熟悉并且喜爱的传统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假日的颜色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当然是白色红色和绿色啦 尽管在这里绿色并不像白色和红色那样重要 但如果没有绿色 其他的颜色将不会显得那样鲜明和愉快啊 传统意义上红色与快乐强烈的感情 以及当你特别兴奋的时候所感到的血液冲击相关联 但当有绿色存在的时候 会让人感觉到新鲜的开始平和以及冷静 这些感觉会在所有人一年之中最喜爱的时间里 完美地与红色所带来的感觉互相平衡哦 你已经可以看出绿色对于整体设计来说有多么重要 一辆深绿色的轿车看起来很体面和豪华 而一辆亮绿色的轿车则会彰显车主的创造力和青春感 室内设计也是如此 透过使用拥有如此多色调的绿色 从家庭办公室到儿童房 你可以在房间之中以任何目的实现任何一种心情 但是在办公大楼的设计之中通常要避免使用绿色 原因如下 世界上大多数的紧急出口标示和指示箭头都是绿色的 如果不是绿色那么效果便不会那么好 如果建物中发生大火火事将迅速蔓延 另外如果引领人们通向各个紧急出口的标志是白色的 那么在大火中他们并不会那么的显而易见 绿色之所以有用是因为这种颜色 这是可以让人立刻识别处的标志 使人无论在何时都可以容易地找到药房的位置 是的 药房也可以使用医学上通用的红色十字架作为标示 但这或许会让人们误以为那是诊所或急诊室 这样的错误会很危险 因此绿色是药房标志的最佳选择 甚至还有人认为绿色本身还具有某些疗愈功效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绿色也是在某个人感到身体不适的时候所表现的警告讯号 有听说过绿的使某人嫉妒吗 如果某人的脸色发绿 这应该是这个人今天感觉不适的迹象 如果你在一块放酒的面包或奶酪上面看到了绿色的物质 这也是危险的讯号 你会立刻知道食物已经变坏了 要把它丢到垃圾箱里面咯 在传统的精神实践中 绿色也有着神圣的含义 而这与医学和自我改善有着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瑜伽 根据瑜伽的理论 绿色是心脏脉轮的颜色 这也是基于意念与精神需求的更高脉轮 以及代表着人性中不可避免的自然需求的较低脉轮间的主要联系 因此绿色也是一个平衡颜色 事实证明 即便是挂在房间之中的 带有自然环境中绿色的一小幅画或照片 也会让你感到更稳定和祥和 这里的底线是 你要记得 原版布偶大电影中的大青蛙科米 曾经唱的《成为绿色不容易》的歌 它是对的 但是如果一点绿色也没有 也更不容易哦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一个赞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这里还有一些其他影片 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点击它们然后尽情享受吧 持续锁定在我们亮生活频道哦